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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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Poisson 3 Formula 我們特別把它拿出來講 在課本也是把它放在 Appendix 表示它認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它不是觀念 當然它裡面有很重要的觀念 可是对我们在学Random Process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尤其是一个公式 那我说这个式子 同学最好看得很熟 因为后来发现 我们在后面几张的推导 常常用到这件事情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 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会马上把它写成 左边这个式子 你看到很多指数部分的 指数的连加 你会立刻联想 到Poson Sun Formula 当然你不需要真的把它背下来 因为随时查都有 网络上也觉得有 但是你要有个直觉 就是说你看到连续加 很多指数向的核 它是整倍数的 你立刻联想到 它就是连续的脉冲 这两个完全相等 我们在后面再看到的时候 同学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 你就会发现 我们在Random Process的 一些数学技巧里面 非常常用到 而在通讯上也非常常用到 这就是我们Sampling 这是我们Sampling 第二个我要重新推导第十章的东西 因为有一些同学对于第十章我们的证明 对连续的函数做微分 可能有一些理解上觉得还蛮怪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对于 要找一个最好的filter 那我们对于一个积分式子 去做某一个值的微分 当然那是一个取巧的做法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理解 你觉得还不能够马上理解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做法来做 所以我现在要提供在 十至七十五这边的推导 不要用微分 我们照样可以做 那这样同学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有不同的方式来分析 那也可以借此去重新理解微分 是为什么是可以work 那只要两个步骤就可以了 这个技巧叫做Lagrange Multiplier 如果同学还记得 有没有挡到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式子 去做minimization 那这个在detection estimation 或通讯上其实非常常做 那我们要找最好的函数 但是我们有个积分式子 那我们原来的做法是 最好做微分 微分等于0之后 得到最好的解 那因为我们假设 各位我们假设原来的波形 是可以用二次式来逼近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个直觉的感觉就是 最好的设计也是二次式 那我现在改一个做法 不要用微分 我们后面就是把积分的部分写在一起 那这一步就完全没有问题 加后面都是常数 所以你看到这里 你就发现我们可以把积分写在一起 那这个绝对在基础的微积分都是对的 我只把积分写在一起 后面都是常数 那这些一个步骤 同学就马上看得出来 其实我们做的跟原来的推导式 类似的步骤 你把二分之N0提出来 然后去做配方法 括号整个的平方 减掉一个常数 加常数我就不写了 好 到这个步骤 同学是不是看得出来 我只是把Hτ当作一个单一的一个随机变数 然后去做高中所做的配方法 变二次式 就是X平方对一个X 然后我做X的减掉某一项的平方配方 那所有的项次都跟函数无关 只有这一项有关 而这一项只会增加 如果Hτ不等于这个值 你只会增加积分 不会减少积分 那如果用这个做法 我们就没有维分的问题 那这个对于多项式来讲 绝对都可以这样做 一种比较直观的就是做维分 维分当然就是比较General 那这个就是用多项式的配方法 那如果三次以上 那就是看看用怎么样高中的 多项式的一些分析方法去找极值 其实这个配方就相当于做维分 是一样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你对于维分 觉得有理解上的困难 或是有理解上你觉得怪怪的 好像不能对一个函数作为一分 的确是也是某种情况是对的 因为我们要 Dryman Integrable的 function 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用配方来做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同一个证明 其实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 你当然选择让自己能够 比较理解的方式来做 下一个就是我们到十一至四十六 这里讲的是很重要的AR process Auto-regressive 那这个在做现在很多的model 其实都有采用Auto-regressive Auto-regressive就是我用过去的输出 来改变我现在的输出 那就是让我的一些影响 可以无限延续 那这是一种很好的model的方法 只是我上一次没有特别去提 那我们这次来提 我们从这个步骤开始往下讲 当我在做Cordingly这个步骤的时候 其实我有隐含的一个假设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书的时候 要去看证明 因为你要去看它的假设 其实这里有个假设 就是我已经假设 我的process是Wise-sense-stationary 不然的话这里不应该只有一个单一参数 所以你们在证明的时候 都要看到这件事情 因为RXI X对I 我们当然直接假设 两个都是Wise-sense-stationary 同时是Joint Wise-sense-stationary 所以它们之间本来是两个参数的 我们变成两个参数的X 直接写-M 所以这里隐含的我们假设 我的X一定是Wise-sense-stationary 同学问说 有可能不是Wise-sense-stationary 答案当然是有 我们这里AR的process 我们上次有讲说 从来没有假设它的根 一定要在左半平面 它根如果在右半平面 或是在某些状况底下 是不是它有可能不稳呢 那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在看一本书的时候 它有时候在证明的时候 它用了一些步骤 可是它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可是步骤里面很明显的 它其实是用到这个性质 所以就说我们在Wise-sense-stationary 的假设的前提底下 我们来做底下的推导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不是Wise-sense-stationary 那我们这个公式 是不是就要做一点点的修正 有Walker equation有个前提 就是说我的AR process 出来的确是稳态的 那这个是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 那这个式子其实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说 我从0开始 我的第一行是从0开始 就是我们看第一行 那可不可以从1开始 也就是我们这第一个 可不可以乘XT加1 我们是从XT、XT-1、XT-2开始乘 我们可不可以乘以T加1 当然你可以乘 可是结果是什么 我们就要来看 所以结果当然就这边是 1、0、-1、点点点点到 负的N-1嘛 对不对 那只不过是 再往前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干净的结果 你可以想想看 因为RXIE 我们看前面 我们得到的是RXIE0等于B0 这边是RXIE-1、-2、-3 通通等于0 那RXIE很显然 它的公式比较复杂 它还是有 你还是可以算 可是它没有那么干净 不是B0就是0 所以因为没有这么干净 所以当然你还是那个式子还是对的 是你这边很显然 这里按照正常的算出来 应该是负的A1乘以B0 你还是可以多放 只是右边的话 按照算法来算是负的A1乘以B0 你还是有连立方程式 你还是可以去解它 但是因为RXIE0 正1、正2、正3 它的值就越来越复杂 它的公式会比较复杂 这是我们附带一提的 所以你可以再去想一想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这边是假设Wisen Stationary 如果不是Wisen Stationary 你还是可以推导 还是有结果 那在这里的话 当然这就是广义的 First Order的AR Process 在这里我们上一次 我曾经要举例 说A大于1其实 或A小于1 A大于A小于1 其实还是AR Process 就是根据定义的确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 Your Walker Equation那边就有点怪 A大于1当然 泰勒展开式就不会收敛 但是这边有一些tricky的地方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B0等于0 A大于1 那会是什么结果 那按照这个式就是XT 比如说等于两倍的XT减1 对不对 如果A大于1 比如说A是2 那这个是不是predictable 如果按照文字的意义 我们什么说 什么叫predictable process 我们说在定义一个Random Process 有两种定义方法 一种是文字 一种是用数学公式 predictable process 在文字上的呈现方法都是说 只要一个Random Process 我可以用过去的数值 百分之百预测未来 那就是predictable 所以这个的确是predictable 因为我知道过去T减1的值 我就百分之百知道 下一个时间就是过去的两倍 所以它的确是predictable 那你会看到有些书上 像这本书上讲 predictable process有的定义 事实上是说 它是Line Spectrum 我们后面其实有讲 Line Spectrum 所以有些书上是说 一个predictable process一定是Line Spectrum 我们将来看到 或这一节课会证明的 Wall Decompetition 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性质 那Line Spectrum 我上次有特别在上课的时候 稍微讲一下就是说 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根 Zi都是长的 Ej Omega i的样子 所以它所有的根 全部都在单位元上 有没有可能在单位元外面呢 好像没有 A如果等于2 你的根就在单位元外面 首先显然它不是Line Spectrum 这两个东西稍微厘清一下 这个predictable if and only if 它是Line Spectrum 的确是有证明的 我们在第十三章 会给各位同学证明 这两个完全等效 但是有个前提 要Wise and Station 书上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所以就会产生混淆 这个式子就被排除了 当A等于2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稳的 它是Non-Stationary Rhythm Process 所以它就被排除在这个条件之上 所以我们要讲说 A Wise and Stationary Predictable Process 成立的话 if and only if它是Line Spectrum 这样就对了 那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 它的来龙去脉 所以A等于2或A等于1分之1 都是Predictable Process 从文字的意义上来看 可是因为它不是Wise and Stationary 它是Non-Stable 所以我曾经讲过 AR Process可能是Non-Stable Process 它可能是Non-Stationary Process 那就是它根如果跑掉的话 就会不是我们原来讲的状况 那这里我们可以去从这个公式来算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对于这个Non-Stationary Process的 Your Worker Equation还是对的 还是对的 只是这边都是RXX是TT 对不对 它不是Wise and Stationary 所以你不能相减 那这里就是RXT-1T-1 那这里是TT-1 这里是T-1T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你去解这个式子 那还是B平方0 对于这个解出来 还是这个公式 那这时候你解出来的话 你这个是连立方程式嘛 你还是有解 解出来的话 如果是B平方1-A平方1-A 这边是B平方1-A平方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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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B平方1-A平方1-A平方1-A 我现在怎么证明它不是Stationary 我说如果A等于2 但结果它是Stationary 则Your Worker Equation就会成立 那会成立的话 这两个就变成0 所以这边两个都是一样的值 A 那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值 B 两个位置数 两个方程式 你就是有唯一解 所以这是唯一解 解出来之后 因为A是2 所以代表的是RXX0是负的 因为A是2 所以是1-4分之B平方 所以它是小于0 我们知道说 Auto-Coreation在0的地方 不可能是负的 所以表示你原来假设是错的 所以表示说 A如果不是在单位元上 比如超过1的话 它事实上是 Non-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那这个是用这样一个方法 来Argue 所以同学回去再稍微自己想一想 这种应该蛮容易去证明的 所以曾经如果去查一些书 它有讲说 这样的Process 不见得是Stationary 那如果是Stationary 前面的YourWorker就会对 那这样子我们大概就已经 很完整的解释 所有的Case 看到这张投影片最底下 B等于0的时候 那M也等于0 那这个时候 我们根有讨论的说 在单位元上 单位元上就是Line Spectrum 那根如果在单位元以外 它就会形成Non-Stationary Process 那其实从公式也看得出来 我如果是1分之1 是不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对不对 我一开始是给一个1 下一次变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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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绝对不是稳态 它不会稳稳地维持 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最后不见了 那如果是2的话 就会越来越大越来爆掉了 那所以绝对不是一个 稳态的系统 所以也很自然就知道 它是一个Non-Stationary Process 那我们这里 在书上不讨论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是讨论 Stationary Process 所以它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Case 1 它只有考虑M等于0 B0等于0 且我的根在单位元上 原因是因为我们整个书 是着重在 Stationary Process 那Non-Stationary 我就通常它就把它排除掉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稍微 更清楚了解的地方 我们有几个Case 一个是AR Process B0不等于0 的前提之下 当然你有很多状况 那你自己要想一想 那B0如果等于0呢 跟大于1 跟小于1 跟等于1 会有什么状况 同学自己可以做一些实验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需要 是一个Non-Stationary 的一个Process 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你可能就是 你需要一个 你就知道那是一个 Non-Stationary Process 它会慢慢慢慢地衰减 一个AR Process 如果它事实上B0等于0 那我们在它是Wisen Stationary 的假设的前提底下 那它是Predictable Process Even Only 它是Line Spectrum 这个在第13章会证明 那所以在第51页这边 我们特别用一个Process 的Model 来Model一个Line Spectrum 那这边在13章 会把它补上去 让它变完整 它是一个Stationary的话 当然YourWorker Equation也会成立 你可以用YourWorker 来算它的系数 那是我们用一个 比较直接的取巧的方法 来算 那这是比较直接的方法 两个都可以用 我们再看第54页 这里可能有些同学 还是有些混淆 就是我上次讲的 所有的MA Process 基本上都是稳态的 对一个AR Process来讲 因为它是B0等于0 如果各位同学 它在B0等于0 那这个时候 事实上我是XT会等于过去的 X的T减K乘上AK K等于1到某个数字 比如说是M 那这个是一个AR Process 因为B0等于0 那我们曾经有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稳态的Filter YSense Station的输入 会implyYSense Station的输出 那这会变成我们一个基本概念 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 它可不可以适用在AR Process系统的model底下 所以我这边再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 这个系统没有输入 它有任何一个地方让你送输入吗 所以好像你不能用那一句话来用在这样的系统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输入的系统 所以它是不是稳态 不能用那句话来讲 因为它没有YSense Station的输入 你没有任何地方让它摆输入 所以它有可能稳态 有可能不稳态 那完全是根据它的系数的根的位置 来告诉各位它在哪里 这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inputless 没有input的系统 回到54页 那这里我讲的就是说 我曾经在上一次讲说 这个就是convolution 而这个就是我们的h 那同学是不是可以去看得出来 所以任何一个convolution可以定义的系统 它如果order是finite 就是一个ma 那order不是finite 其实也是ma 当然我们可以视为ma的延伸 就是说 只要你是一个有convolution的 可以定义的 那convolution的系数就是我的b 那它就是一个ma的一个系统 那因为这里我们讲的是finite 所以m是有限的 那有限的话 有限的值的平方和 或是绝对值的和 都一定是finite 所以它基本上是stable 就是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一个finite length input response 是对ma来讲 它是同一件事情 好 我们上次大概讲到这里 我们在讲说fullest series 当然是一种很棒的一个投意 那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细数cn 那很棒的地方就是这个cn 是可数个数个 不再是一个连续函数 好 那我们当然非常希望这个cn本身在统计上 各个都是一个统计上是orthogonal 或者是我们叫uncollated 至少uncollated 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投影的系数是uncollated 但是只有它一个情况底下它是uncollated 就是我的x是ms periodic 那我得到了系数才有可能是uncollated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种投射的方法 投影的方法 那投影出来的可数个数的系数 保证是uncollated 那当然就有数学家在做这些研究 就是Hunen Love 这两位很厉害的学家 一个是芬兰人 一个是在集中营里面写一本书的法国人 他是犹太裔法国人 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 很幸运的没有被杀掉 后来就跑到美国去了 好 那Cohunen Love Expension 基本上它的形式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熟悉线性怠数的 eigenvector跟eigenvalue 你慢慢就会知道说 这两个是一个延伸 是一个映射的延伸 好 那你看到这里 就是我们有一堆 orthonormal的function 就是彼此之间正交 那我们一旦讲到orthogonal 或orthogonal 一定是有线性怠数里面的inner product 那我们在通讯上 或是在某很多领域里面 讲的inner product指的是什么 两个函数的inner product 我们其实定义为 两个函数的积分 那如果是复数函数 后面要加compress conjugate 那这个定义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我们实作就是这样做 我们实作上的确就是 两个讯号的波相乘 然后去积分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在实作就积分0到大T 那就定义为它的inner product 那inner product要有四个基本性质 那它完全符合 所以inner product是一个比较广的 它有四个基本性质 基本上我们这里讲的 orthonormal指的是对积分之后 两个函数积分的inner product而言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写成信心怠数的概念 就是x对phi n的inner product 就是我的系数 也就是我把这个random process 对这一个轴去做投影 所以我们讲说 其实它就是线性怠数的延伸 假订我有三个函数 phi 1,phi 2,phi 3 那我有一个向量 就是我的x 就是我们这样把random process 放到这样的一个斗面上 那它就是我在各轴的投影 它就是我在三个轴的inner product 就是投影 投影就是cosine 好那这时候我用投影值 乘上原来的函数 去做线性组合 就是原来的函数 我们希望它就是原来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这样子是不是就对了 那当然orthonormal是前提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条件 那这条件就是 它必须符合 I跟function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它是random process 本身这个kernel的一个eigenvector 这个我们是eigenvector 如果各位还记得 a v等于lambda v 那eigenvector基本上 就是我们在某个向量 这个系统运作是一个a 然后我们在这个系统运作完之后 一定会回到某个特定的方向 那就是lambda v 所以你再乘一次 a再乘一次 还是回到同一个方向 所以在那个方向就会定住了 它是一个稳态的一个收敛的方向 所以eigenvector eigenfunction是一个 我们在运作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定理就是说 如果我的i 我的那个orthonormal的函数 是符合这个式子 那就是i跟function的话 那我得到的系数投影 一定彼此之间是保证 osogonal osogonal是任意两个相乘 一定是零 那这个证明常常很多老师在考 因为这个证明只有几行而已 我们后面会看到 这个证明很简单 那我们底下稍微验证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 x是msperiodic 那我们所采用的 是不是就是eigenfunction 我们之前在做 负列series投影的时候 其实就是eigenfunction 那它有个前提 就是这个 它是什么样的状况的eigenfunction呢 就是y sent stationary msperiodic的函数 的randomprocess的eigenfunction 所以我这边你看看 红色的两端 其实就是给各位看到 a乘以v等于lambda乘以v 看到没有 a乘以v等于lambda乘以v 那这个就知道说 我们之前的确是就在用这个 它是一个特例 你了解到这件事情 就是要推广一点的话 如果它不是msperiodic 它也不见得是 y sent stationary 你可以看到公式里面 我们这里没有 y sent stationary的前提 没有假设 因为t跟s没有相减 它是逗点 它是t逗点s 所以你不需要是 y sent stationary 那这样的函数 通常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的 autocorrection function 是保证non-negative definite 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这个证明很简单 这个证明基本上 四行而已 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它很重要 其实它证明很简单 就是你就直接层层看嘛 两个相乘的期望值 一定要是零 如果它不是不相等的系数 那基本上第二个步骤 同学也应该看得出来 它就是期望值跟积分互换 互换之后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 autocorrection function在这里 下来 那下一个步骤其实只用一个式子 它就是 i跟function基本性质 矩阵乘上i跟function 就会等于 i跟value乘上i跟function 我这里只用这个性质 这一个括号里面就是这个 i跟value乘上i跟function 我只用一个性质 就做完了 那因为i跟function 或i跟vector 都是保证autoconal的 autoconal 所以出来就是delta 那就做完了 所以它的一个key point 就是说 它只是用一个 i跟function的系统 来产生我的autocononal function 那别的autocononal function 不见得会有这么好的性质 那只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那你说 那如果系统做这么好 那我们实作是不是可以难用 通常在实作上很难用 这个通常在理论上 非常喜欢用 Kahunen-Lob expansion 可在实作上通常很难 我想如果同学在做实作的话 你说我把一个通讯的讯号 用i跟function的方法来合成 首先你的i跟function就做不出来 因为i跟function的方法 都很怪的波形 但是有些特殊的状况 其实i跟function的格式固定的 这样负列转换其实就是一种 所以如果你的矩阵有一些 比如说循环的性质 那你的负列转换的根 就是它的i跟function 在那个情况底下 你说可以做一些运作 你可以做一些运作 但大部分情况下 i跟function都是蛮怪的 好 那所以还是有些人 在channel estimation的时候 是用i跟function来做 那做得还蛮成功的 所以的确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我们这边就把 它的名字提到了 我们这个函数称之为i跟function 那lambda称之为i跟value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lambda n事实上是等于1的 7n绝对值的平方 我们有看到这个式子 所以你看到说 我们的i跟value 一律是正的 至少是最小是0 如果是0就不要了 那第二个就是它已经是时数嘛 那它是我讯号的系数的平方 所以它单位应该是什么 是一种能量的单位 所以i跟function是我们投影到 某一个轴的能量 power 所以我们在讯号里面 很关心的是它的能量 所以i跟value本身是代表能量的概念 它是一种能量的概念 所以我们说过就是比如说在mimo传输的时候 有人就用i跟function主要的几根 那i跟value最大的那一个 来做考量 那其他都不要 其他都设为0 那这个是一种做法 那这种做法通常可以抓到最大的一个重点 因为i跟value本身是一种能量的概念 那比如说对于这个mark of source 也有人证明说mark of source 它有一个tradition matrix 而那个tradition matrix 如果我们把它换成i跟value跟i跟vector的话 那你会发现最大的i跟value 决定了这个mark of source收敛的速度 收敛到某一个entropy rate的一个速度 所以i跟value事实上是决定了很多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值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给个证明 就是说对于任何的random process 不见得y sense stationary 这时候我们都要开始问说 因为课本有时候不会讲那么清楚 一般的论文也不会讲那么清楚 就是说我们一个random process 它到底是不是y sense stationary 我们有没有那个前提 你还是要回去看证明 那这里其实它并不要求 它是y sense stationary 它的投影 lambda n本身是一种投影的概念 它是x投影到某一个eigenvector的inner product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投影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production 它是纯实数的 其实刚刚已经看到了 而且是non-negative 那你可以证明就是说 它其实这就是Cn平方 Cn绝对值的平方 所以它有一个绝对值的平方 所以的确它也是正的 它也是non-negative 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重要的基本性值 给各位 但是我们没有给证明 但它的证明其实by definition 都可以直接看得出来 就是任何的autocorition function 都可以写成它的eigenvalue 跟eigenfunction 绝对值的平方和来用 那这个其实在某些状况下有用的 那基本上这个可以延伸到线性怠数 它事实上是 各位还记得这个公式 线性怠数有学到a等于sλs-1 s是eigenvector所形成的矩阵 lambda是diagonal matrix 那它的每一个diagonal值都是eigenvalue 那其实这个事实上用定义上来看 因为我们知道说av等于lambdav 那所以你把v全部排在一起 就是a s等于lambda s 那这就是by definition 根本不要正 那只要s有反元素 那a如果是对称矩阵 它基本上是有反矩阵的 对对这个是大的lambda 就是把所有lambda聚集在一起 变diagonal matrix 所以它其实这是一个continuous version的版本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进一步 做一模一样的证明 t1不等于t数是mercer's theorem 我们在后面会讲 它其实在这里 其实页就是如果ts广义的话 事实上是这个式子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说 我们当然现在是希望说 我们用线性组合的方式 所形成的eigenfunction 线性组合的方式 所形成的x hat 跟原来是完全一样的 in the mean square sense 那这个证明呢 跟前面证明就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都采用一致的证明方法 我们就把它展开 展开有四项 对不对 展开是不是有四项 第一项是x hat 绝对值的平方 第二项是减x hat 对不起没有绝对值 x hat x star 第三项是减x hat star x 第四项是加x绝对值的平方 我把括号t都拿掉了 所以这个x hat 减x绝对值的平方 展开来有四项 那我们要证明它是零 就要证明 这四项完全相等 所以我们先解第一项 再解第二项 所以我们把整个大的picture 讲出来 再解第三项 好 那第四项呢 就是告诉你说 前三项都等于第四项 那所以我们就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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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一定是零 好 那证明其实就干净很多 比之前我们在做 fully theory 干净非常多 这就为什么我们在理论上 尤其如果各位将来有机会 修information theory 的课 你会发现 Kahunen Love Expansion 用得非常多 它是一个基本技巧 对不对 它在理论上非常有用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就把公式带进来 什么叫做x hat呢 就是 I跟 function 乘上投影值的线性组合 跟它的complex conjugate 相乘的期望值 那下一步同学 马上就知道了 下一步一定是把期望值 跟 summation 互换 这绝对是这样做的 所以互换 那你就知道 我是对系数直接取期望值 那前面都已经证明过了 这个系数保证是orthogonal的 所以它一定是delta函数 m.n 乘上 eigenvalue 所以我们这边有特别说明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你就会得到我们刚刚的 Mersher-Sier的特例 tt 就是lambda n乘上phi n 绝对值的平方 做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 所以它就等于第四项 对 第一项等于第四项 好 那我们接下来是做第二项 所以第二项也很简单 就带公式 这个步骤不难 我们看一下 把第一项带进来 乘上第二项 但是第二项加complex conjugate 然后下一步呢 还是期望值跟 summation 互换 互换之后呢 你再把这个系数带进来 它就是投影 然后再把积分跟期望值互换之后 得到了 eigenvector 或 eigenfunction的基本式 这就是a乘以 eigenvector 所以就等于 eigenvalue 乘以 eigenvector 好 那最后呢 当然就得到了 lambda n star 乘上 eigenfunction的绝对值的平方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 eigenfunction所对应的 eigenvalue 一定是纯实数的 一定是正的 所以我们加complex conjugate 跟没有加是一样的 所以又回到第四项 好 所以证明的概念 我想同学抓概念就好了 我们从来不希望同学去背这个步骤 我们这边就 第三个就省略了 就省略了 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那所以最后就得到一个很棒的结果 就是我们线性组合出来的 有四项 这个相减之后展开有四项 那每一项都相等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是很好的approximation in the mean square sense 所以这在零到大T之间 有没有同学会比较好奇问说 那在T大于T或T小零呢 它会不会很接近 当然是case by case 有时候接近 有时候不接近 当然是case by case 但是我们只是保证T在零到大T之间 它会很准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投影 是只有用到零到大T的投影 我们没有用外面的投影 所以外面不准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它是什么时候准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用agenfunction 那它是有周期性的 所以记得我们前面一个定理 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边用的是 Fullier series Fullier series它是一种agenfunction 如果我们是Y10 stationary 那那个投影出来的系数呢 它就是orthogonal 对不对 如果是MS periodic 它的投影是它的Fullier series 它本来就是它agenfunction 所以CN本来就是orthogonal 如果我们的Y10 stationary process 还是MS periodic 这个时候我们的投影出来的东西 事实上的线性组合 在T大于负无线大 到小于正无线大之间都是准的 这个当然用观念就很好推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MS periodic 我虽然积分只有G0到大T 可是是整个都进来了 因为它的性质是重复的 所以我相当于我基于是 从负无线大到正无线大 我通通都有进来 那只要有通通都有进来 那你在所有的范围 它会是准的 如果你的积分范围 或投影范围 你只用到这一块资料 那你在外面就不会是准的 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做一个延伸 就是如果外面跟里面 有一个对应的性质 那我当然就可以延伸 这个当然以前我也曾经 想一个方式来考过 不过用观念来想 就会比较快 那数学上可能就 要花一点时间 Mersethear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延伸 我指的是从线性代数的 Igonvector跟Igonvalue的延伸 那这个时候同学就会问说 那Igonfunction长什么样子 我们就给一个范例 那你就会发现 Igonfunction的推导 其实是case by case 我们说Igonvector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来做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正规化 把一个矩阵正规化之后 我们当然可以去算它的now space 上面的vector 那我们就得到它的一个矩阵 比如说我们的A 减掉lambda i乘上v等于0 那利用now space的技巧 我们就可以去算 哪些V可以让A乘上lambda i是0 可是Igonfunction的推导 就比较tricky 它就变成比较case by case 所以我们用两个范例来给各位看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推导Igonfunction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顺便介绍一个著名的process 叫Winor Process 它跟prozone process很像 就是用类似的一个定义的方式 这个V我们会说是在这个矩阵的now space上面 对不对 now space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正规化之后 像是I,I,什么F,A 然后就把F左右对调 上下对调 那叫canonical form或者叫usland form 不需要到Granesmith procedure 好,那我们看一下Winor Process 那Winor Process就是当然它这个Winor这个人非常有名 它跟prozone是一样 那它就研究了一些Bronnier Motion的一些概念 就非常有名 那它这个定义就是说 我的n呢事实上它是一个范围 0到0之间它是一个0 它从0开始 那T1到T2之间就是Gauss 不是prozone 那Min0 Variance的话 就是α乘上T2减T1 所以T2跟T1如果相距越大 它的变异就越大 那这个用来描述 小粒子的量子的碰撞行为 是非常适合的 就是particle的一个运动行为 我们称之为Bronnier Motion 好,那基本上T1、T2、T3、T4 如果这两个区间完全没有overlap 它就是独立 是非常强的一个概念 好,那我们说 第一个你请先去决定 它的AutoCorelation Function 第二个请你决定 它的Agen Function 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事实上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推导 第一个推导当然就是要算 它的AutoCorelation Function 那你会发现它跟prozone很像 因为我们还是拆区间 我们T1、T2比较小的 我们称之为Tmin 比较大的称之为Tmax 那我们一定要用给定的性质 那最重要是第二个性质 还记得吗 我们复习一下 prozone 第二个性质是没有相交的区间 彼此之间是独立的 我们一定要用到这个性质 好,那所以我就把原来的技术 拆成两个区间 就0到比较小的那个Tmin Tmin到Tmax 好,那这两个是independent 而且都是高斯 那就很好了 好,那后面当然就是Tmin 那拆解完之后呢 我们当然第一项就是平方 第二项是两个相乘 两个又是独立的 所以个别的相乘的期望值 等于个别的期望值相乘 那我们知道它是GioMin 所以后面第二项不见了 在prozone的时候 后面那一项不是GioMin 所以prozone后面是Lambda T1 T2 如果各位还记得 第九章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假设GioMin 所以第二项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只剩下第一项 就是Alpha Minimum T1 T2 所以如果请各位算 prozone的autochrome function 应该也会算 那如果从那边再请各位去算 它的eagon function 应该类似 好,那因为这边看出来 它不是y-sign stationary 很简单,对不对 很明显它不是y-sign stationary 所以接着我们就开始 解这个方程式 我们把它带进来 它是eagon function的基本公式 你就会发现不简单 很难看起来不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积分方程式 各位在大一的时候 学微积分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章节 就是解微分方程 对不对 在电机系 大学部有门课 就专门解微分方程 所以解微分方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可是我们通常解的是微分方程 不是积分方程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积分方程 不过事实上不是类似的东西 我们在大学部 解的大部分是这个式子 这一张投影片最底下的式子 就是我们解的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原来的式子 是一个积分式 那你就用微分来获得 要导到各位比较熟悉的式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微分 但是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minimum拆掉 所以凡是看到minimum maximum 你一定要拆掉它 因为你对minimum maximum去做微分或积分 通常就是比较麻烦 那要把minimum拆掉 就是要做讨论 做讨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的s可能会大于t s可能会小于t 要拆掉它 要把minimum拿掉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们的技巧 所以你要记得是观念上的技巧 就是我是要把minimum拿掉 因为我接下来要做偏微分 偏积分这种东西 不希望有minimum maximum 那我一定要把它拆掉 你记得这个步骤的基本出发点 好 那s大于t的话 两个取小的就是t s小于t的话 两个取小就是s 所以我们有两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状况 这是第二个状况 那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状况 这就是第二个状况 有看出来吗 第一个状况 就是s比较小的时候 s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的minimum就是s 那s什么时候比较小 就是它积分范围值到t 它一定比较小 好 当然第二个状况 s比较大的时候 它是从t开始积分到大t 那它的minimum就是小t 好 那这个步骤一拆掉的时候 你就发现没有minimum 所以如果你要记得的话 就是把minimum拆掉 一拆掉 我们两个积分没有关系 好 所以这个式子就是第一个步骤 得到的a1 那这个a1的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发现它还是不是 我们能够理解的 就是在大一为积分 或是文方程那门课 所能理解的式子的样子 所以我们下一个步骤就开始做微分 我们希望不要有积分的样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做微分 那微分的话 我们第一项做微分 同学应该很自然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 积分到tfx dx 对t做微分就是ft 对不对 你把它做微分 我积分积到t 所以它是一个t的函数 我对t做微分出来 就是把里面的函数代t 所以基本上你得到的就是 αtphi t 这是第一项 那我们看第二项 第二项比较麻烦 它微分会有两项 t乘上t到大t的 那我对这整项去做微分 那我们知道 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 等于分别举微分相加 所以我对t做微分 那是1 所以留下t分之tphi sds 那第二个我把这一项做微分 这一项保留 就是t 那这一项做微分呢 就是把t带进来 因为t在底下 所以就是phi t 但是因为在底下 所以变负的 那这样是不是就知道说 我就是拼命的微分 让我的积分不见了 好那前面还有个α对不起 好那这时候 这一项跟这一项就消掉了 所以我们只剩一项 第一项跟第三项消掉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从A1 因为做微分得到A2 好像说这个很tricky 对不对 这个很tricky 好不过还是有脉络可循 可是这时候还有积分 不是我们要的样子 那再怎么样 再微分一次 微到各位的大一微积分 能够看到的样子 所以我们再微分一次 就把A2再做一次微分 这时候就没有积分了 第二项微分得到的是 alpha phi t 等于右边的lambda phi double prime t 然后加个负号 所以负号一一项 就得到最后一个样子 那一到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停住了 因为这个在大一微积分 一定有交 大一微积分一定有交 这种二次的微分方程 我们在电路学也常常使用 但是我们需要两个initial condition 这initial condition要怎么获得呢 要从原来的式子去获得 所以我们再来看 initial condition 你不能乱给 不能自己给 所以我们随便给 所以我们看到A1 initial condition通常在边界 所以我看t等于0跟t等于大T 有没有可能给我一些值 所以在A1来讲 如果小写的t带0 那第一个积分是0到0 所以是0 第二个积分是0到t 如果t带0 这个是0到t 可是这边有个0 小写的t是0的话 0乘上任何数还是0 所以这样不见了 那这一项是积分是0到0 所以这样不见了 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个initial condition 是来自于原来的方程式 所以这边写个A1告诉你说 这initial condition是从这边来的 好那这时候t带t的话 这个式子并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个condition 好 那接着我们再看A2 我们一样t带0或第一带t 这个都是case by case的 不过基本上你要记得 initial condition通常在边界上 所以都是积分的边界上 所以在带这两个式子之后 你会发现 A在5'括号t 事实上是0 小写的t带大t的话 左边的积分是0 那我们就有两个initial condition 那有一个二次偏微分方程式 那就可以解了 我们这边再讲一下 就是这边的一些观念 希望对同学在将来 解其他题目的时候 有一些想法 这里我们说 我们一直用微分 来得到我们要的一个形式 那各位知道说 微分跟积分之间会有一些差异 比如说假定fx等于gx 你要去解x 你要去解x 那当然你说这样不好解 那我当然知道说 两个相等 微分就会相等 那如果搞不好这个比较好解 我们现在就做的是这个事情 原来不好解 所以我就一直微分 我围了两次 得到一个比较好解的式子 可是比较好解的式子解出来之后 不代表原来式子会对 为什么 因为它可能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上面那个式子 如果gx加一个常数 你再微分下来 是不是还是相等 所以我们要找 inical condition的原因 是要从原来的式子去找 因为我要让我得到的解 要符合原来的方程式才对 而不是现在的方程式 所以我们的inical condition 要回到原来的式子去找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写的A1A2的 得到的inical condition 事实上是回到原来的A1的equation 跟原来的A2的equation 来带inical condition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微分下来的式子 得到的解 不见得会满足原来的式子 因为微分会让资讯消失 那inical condition通常在bundary上 所以bundary就是0跟大T 因为我积分是G0到大T 所以你就有四个机会 可以得到inical condition A1的话你带T等于0 对A1的话 你带T等于0跟T等于T 看看有没有被绑住某一个条件 你A2的话一样也是带T等于0 跟T等于大T 那很幸运的这个解题 刚好我有找到两个inical condition 你可能会有找到更多 你有可能找到更少 那更少通常就不够 那不够的话 你在解题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到 我解出来要带回原来的式子 要确认它是不是对的 因为微分会把某些资讯围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解题的技巧 那你就会理解到 我们这边在算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case by case 不过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有个二微分方程式 然后有两个inical condition 我就可以解了 那这个解我们就不给过程 因为基本上是微积分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用一本calculus的书 你会发现你在学微积分的时候 都在学计算 对不对 你都没有学观念 其实你会发现 微积分里面有很多的重要观念 但是我后来在学识变函数分析 real analysis的时候 才看到原来微积分里面 是有概念的 那抽有ryman integral的概念 有the bank integral的概念等等 好那我们这边就看计算的结果 所以这个定理是一个纯计算的结果 没有 它就是说如果我要解二次微分方程 那它的形式是长y double prime 加上b一个常数乘乘乘乘y等于0 那它的解的话一定是有两个根 两个基本的函数的线性组合 那这个系数呢 c1 c2有两个系数 所以要有两个条件来决定 这是为什么我们至少要两个inical condition 而这个根呢 有可能有三种状况 如果是多向式的话 如果b等于0就是多向式 就是1跟x 那如果是b是负的的话 那它就是指数函数 那如果是b是正的话 它就是cos跟sin 那因为这里b刚好是第三个状况 因为我们的 eigenvalue lambda是正的 alpha也是正的 为什么alpha一定是正的 因为alpha是autocorrigion function出来的 t到t的值 所以alpha不可能是负的 它是variance 那lambda呢 我们已经证明它已经是哪个negative 所以lambda跟alpha都是正的 所以我们是第三种状况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答案就是cos跟sin 对于这个b开根号的线性组合 而这个b呢就是alpha除以lambda 你把这个lambda除过去 所以就是alpha除以lambda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理的小写的b 所以我们就开个根号 那乘上一个小写的t 那有c1c2 所以到这边我们是应用微积分的基本概念 那这个到我们将来都不用算了 数学问题都会有 打个键或网路上都有答案 就是二次平文方程的基本式子的公式解都有 我们都不用去解它 好 那我们既然找到公式解 下一个步骤就是要解这个系数 c1跟c2 那我们有两个条件 但是这里其实是有三个位置数 我们有三个位置数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c1第一个位置数 有c2第二个位置数 我们还有一个位置数叫lambdan 我们要解三个位置数 Igon value你还是要解啊 Igon function的form你已经知道了 可是里面有三个位置数 c1 c2跟lambda 那所以我们需要三个条件 才能解三个位置数 那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条件 所以事实上第三个条件在这里 那我们先把观念抓出来 就是Igon function的总面积 或是平方的总积分 事实上是1 我们是autonomal 我们要的是autonomal的function 所以有这三个条件 刚好就解三个位置数 我们是用三个条件来解 好那第一个条件是 phi这个Igon function在0的地方 一定是0 那这一带进去的话 sin0就是0了 对不对 cos0是1 所以这是1 所以就代表C1一定是0 所以第一个位置数很棒 解出来了 这很快 在边界条件 那第二个位置数就是 把它做一次偏微分之后 它代大T是0 这时候sin跟cos分别做偏微分 对小写的T做微分 cos就变成sin sin就变成cos 你就把大T带进去 那大T带进去 因为我们这时候已经把C1带成0了 C1已经没有了 其实根本不用管C1 就是C2cost√α除以λn 然后就是乘上√α除以λn 就是它的微分 那这个代大T它要是0 那cos要是0的话 只有在什么 在2分之π 2分之3π 2分之5π 2分之7π的时候才是0 所以这时候代表是里面这个角度 一定要是2分之π的基数倍 那C2是多少我不知道 所以我说我们需要三个条件 λn还没有解完 我们知道λn λn有好多值的样子 那这时候我们用总积分是1 那就带进来 它就是C2平方 因为C1是0 总积分是1 那这个平方可以展开变成 sin的平方等于2分之1 减掉cos 这个角度的两倍 sinA的平方等于2分之1 减cos2A 我们就用到这个基本性值 那cos刚好基一个周期就是0 所以这一项是0 这一项的积分丸是0 所以我们只剩下2分之1的积分 所以答案是2分之t的c平方 那2分之t的c平方等于1的话 C2就是根号t分之2 那C2解出来之后λn呢 当然它有好多值 因为它是kn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eagonfunction会有很多样子 那eagonvalue有很多样子 这其实是我们的λn 那所以eagonfunction就是2t分之π的基数倍 1倍 3倍 5倍 7倍 每个都是我的eagonfunction 那它有它对应的eagonvalue 所以我们的λn也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解除好多好多 无限多个eagonfunction跟eagonvalue 所以这个当然非常tricky 我相信很多同学丢给你也不见得 马上理而出一个头绪来 不过就是给一个范例告诉各位说eagonfunction怎么求 因为一般的书上没有 一般的书上就告诉你有这个概念 可是eagonfunction的求解其实是 是蛮tricky的 必须讲蛮tricky的 好那最后我们要验证一下eagonfunction 彼此之间是不是orthogonal 我们这样导出来的eagonfunction 它不见得正交 那不是正交就不是我们要的eagonfunction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带进来 然后sin跟sin积分 好那这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三角函数的公式 因为在我们运算的时候 当你看到两个三角函数相乘 你一定要把它拆掉 拆解成原来只有一个三角函数 所以sinA乘上sinB 不管在通讯上我想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子 你要做积分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它变成cosA-B 减掉cosA加B 最后整个除以2 还记得这个式子吗 就是三角函数 我一定要变成只有一个三角函数 那我才能做积分 所以两个三角函数相乘 我一定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变成cos 两个角度相减 cos两个角度相加 这是相加 这是相减 然后两边相减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了 因为我积分范围是0到1 因为我把大T拿掉了 那kn跟km都是整数 都一定是整数 所以我们就发现 里面只有一个情况 它积分是1 刚好是delta函数 那这两个delta函数不会同时是1 你要两个同时是1 一定要是kn要等于kn 写kn加kn加e也要等于0 那这个解出来的解一定不会是整数 所以两个不会同时是1 只有一个状况就是 1减0 0减1或是0减0 三个状况 两个不会 你不会产生1减1的状况 那1减0就是正1 很棒 就是我们要的osogono 自己跟自己当然是 完全的完整能量是1 可是自己跟别人 如果这两个是差一个负号 负1 一个是2分之3 一个是负2分之3 那么就是负1 那负1我们说这两个向量 绝对没有正交 而且是完全反向 完全反向是同一个向量 我只加个负号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关心的是kn是正的 负的我们就不要了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只要正的 2kn加1我们只要正的 因为负的就是正的的一个 同一个向量 完全相同的向量 就是同学看到这件事情 好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解完了 对于winer process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完全有它的 eigenfunction跟 eigenvalue 所以任何一个winer process 如果同学将来有机会 做brownian motion 它是很有趣的一个领域 brownian motion是 开闪一个重要的成果 布朗运动 知道这个brownian motion 基本上是可以拆解成 一个 eigenfunction 跟投影的 eigenvalue 所做的一个函数 那这就是一个结果 那当然不会这样写 我们这里是因为希望 把 eigenfunction当作 orthogonal 所以基本上一般的系数 会取的是Cn乘上 根号p分之2 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们它在做的时候 这个Cnθ事实上 不是根号t分之2 是t分之2 是投影 但是我前面乘上的常数 稍微调一下 调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xt是希望一个sine函数 对Cnθ做线性组合 那这样子感觉上比较干净 就是我两边 不会两边都有系数 不会两边都有根号t分之2 将来看到的形式 可能是以下的样子 那是同一件事情 那看完这个式子 同学应该有个感觉 就是说 叫我去求 eigenfunction 答案就是我不要做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要做个研究 要做 eigenfunction 太可怕了 这个可能搞得想了半天 的确有些状况 给 eigenfunction不是很好求 你求出来搞不好 就是一个论文 我们就做第二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其实是蛮tricky的 就是说你不见得会同意 这样的一个做法 不过它本身是有观念的 我就是要讲 我强调的是这个概念 那我先把这个概念的结果 告诉各位 就是说有的书上 或是有的论文 曾经会这样说 就是说负列转换 本身就是做 eigenvalue 跟 eigenfunction的 负列转换这个根 它是 eigenfunction 而这个投影出来的值 这个是投影 这是我的频谱 事实上是 eigenvalue 所以有些人会用这个观点 来解释 那这个观点其实有时候解释 还是对的 好像还蛮合理的 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 那这里就要解释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来做 我们什么时候会做负列转换 就是这个random process 是wisen stationary 因为wisen stationary的话 它的autocorrection function 只跟time difference有关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用频谱观来看 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 如果我的random process 是wisen stationary 则它的 eigenfunction都一样 就是负列转换 这是我要讲这件事情 所以任何wisen 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它的 eigenfunction 都是可以视为这个情况 可是前提当然是 我的积分范围是负物线大 到振物线大 那我先要解释这件事情 那我用一个方法 推算给各位看 那所以我们有个前提 就是假如我的random process wisen stationary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说我的 eigensystem 其实是t-s跟s的 相乘的积分 那同学如果够敏感的话 马上会发现 这是convolution 对不对 如果是wisen stationary 我的 eigensystem就是convolution 就是convolution 就是circular shift 所以这时候如果同学 有机会去看数位通讯里面 在教ofdm的系统 那你在做convolution时候 你h4改成circular shift的话 它的 eigenvector 是同一件事情 它是fulliest series的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的ofdm系统 就可以用这样来分析 非常直观 所以这边是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同学如果能够联想 那所以实作上 它事实上有它的道理 好那因为是convolution 我们知道在平谱端就是相乘 所以如果你的 eigenfunction 转到负列转换的平谱端 它事实上是跟它的power spectrum 直接相乘 要乘完之后要等于你的 eigenfunction的 负列转换 这个就是autocoreal function 转到平谱的domain的 eigensystem的equation 所以我们就讲这里 key在这里 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如果是wisenstation 你获得的就是这样 x omega 乘上你的 eigenfunction的负列转换 等于lambda 乘上分析的负列转换 或者是你把它移向 我们写下移向就是 x omega 减掉lambda 等于乘上phi omega 要等于0 要等于0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 两个数字 这是实数 那这两个数字 相乘要等于0的话 一定要至少要有一个是0 对不对 所以0乘以0 或0乘以一个非0的数字 或非0的数乘以0要是0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讨论说 这个i跟function要长什么样子 什么时候它一定要是0 当我这两个不相等的时候 这两个不相等的时候它统统都是0 这两个相等的时候它还可以不是0 这样了解吗 所以假定我把一个power spectrum画出来 假定这个是我的Y-Sense stationary process的power spectrum 那我们说什么时候它等于lambda 假定lambda在这里 lambda是它i跟value 所以就有两个数值 两个数值 那所以这个数值告诉我们什么 我的i跟function 对应的i跟function的负列转换 在其他地方通通是0 所以我们用图形可以给各位看 其他地方都是0 什么时候可以不是0 只有这两点可以不是0 只有这两点可以不是0 所以这个数值隐含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i跟function 当然0乘以0也是0 所以它这两个相等的地方 它也可以是0 可是我们不能够让它是0 为什么 如果这里我也把它是0 这里也是0 那当然这个数值会成立 任何数字乘以0一定是0 可是这个时候它不会是我们的i跟function 因为i跟function的总积分 是不可以 是什么都没有 它基本上要有一个基本的能量 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 让它有个脉冲 让它有个脉冲 所以这时候我的i跟function 都是单脉冲的 那因为这边有两点 所以我事实上就把它拆解 我选择两个 5 lambda omega 假定这个lambda是等于1 那有两个数值 那我选择第一个是左边这个 第二个是右边这个 那代表是一个i跟value 对应到两个i跟vector 一个i跟value的确还有重根嘛 这是重根对不对 我有两个lambda 所以这个事实上对于lambda等于1 这个spectrum事实上是重根 因为它有两个值 会等于我的i跟value 那重根的话就应该有两个i跟vector 那我选择的就是这两个 所以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们这边在讲的东西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文字 那假定我的power spectrum 等于某个数值lambda 那个lambda就是我选的i跟value 那在哪里呢 在omega等于u的地方 那蓝色的字就是说 可能会有个别的地方 它会等于lambda 假定这个就是我的u 这个事实上是我的v 这是u 这是v 我选的是u 它在某个地方 它会等于lambda 那可能会有别的地方 它会也是相等 所以那我们就视为 它是重根 它有另外一个i跟vector 所以我只选一个脉冲 我就选单一脉冲 当我的i跟function 那绝对符合我的i跟function 要的式子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我的i跟function的 负列转换是一个脉冲 所以脉冲转回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单平的 在title面 它就是单平 那刚好就是负列转换的根 那这是我们要讲的 这件事情 这里我要做一点点的修正 就是说我原来选 这2π分之1事实上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 i跟function本身的总积分 是希望是1 所以这边应该是 更好2π分之1 才是对的 请各位修正 那这边应该乘一个 更好2π 这样会比较对 所以请各位修正一下 在第77张头影片 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是更好2π分之1 我们说两个i跟function 相乘的积分 是要1 所以这里是更好2π分之1 这里是更好2π分之1 只要乘起来的话 这边就没有这个系数 我这边就是 后来看了一下 发现不对 应该是更好2π分之1 那更好2π分之1 乘以更好2π分之1 得到一个2π分之1 那积分就不见了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delta 所以w高度就是1 m1等于omega2 代表是同一个i跟function 那出来的总面积是1 m1不等于omega2 就是不同的i跟function 的确是正交 应该是0 所以这边要稍微修正一下 所以这边希望同学了解我的观点 但这观点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就说 所以这边是更好2π分之1 这边要乘以更好2π分之1 才是对的 好 请各位修正 这边是更好2π分之1底下 是更好2π分之1 好 那所以我们就得到说 我们的系数事实上是xt 对于i跟function的投影 i跟function是乘以更好2π分之1 所以这i跟function是更好2分之1的 负jut i跟function本来是正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里是负的 因为要乘上complete conjugate 它是x对于i跟function的 complete conjugate的投影 所以变成正的会变负的 那我的x的事实上就是i跟function 对于它投影系数的线性组合 可是现在我的i跟function 有无限多个 这是不可数的 是用积分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理解到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说 当我的lambda 去做一个调整的时候 clambda 这边请各位乘上 更好2π分之1 你就会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式子 这个就是对的 当你的clambda 是更好2π分之1xu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们要的一个重要结论 就是说 复利的转换 对于 Y-Sense-Stated Random Process来讲 其实就是i跟function 跟i跟value投影 跟它的组合 是同一件事情 那对discrete其实有同样的结果 i跟vector 在实作上 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矩阵 它的系统 i跟vector长得不大一样 所以实作上可能就不见得 要变成case by case来处理 可是对于特定的状况底下 其实i跟vector是可以预期的 对于这可以预期的i跟vector 我们事实上实作上 也是很容易掌握的话 那这样的系统实作上 就可以用这样的系统来实作 希望同学将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 复利的转换就是i跟function 跟i跟value的一个特例 或是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这边再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范例 当然在理论上 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也不怎么严谨 很怪 因为我们的i跟value i跟function 一般是可数个数的 那这个例子是 我们的i跟function 是个数是无限多个 是不可数的 无限多个 那也不是线性组合 所以从数学上来讲 它好像也有点不够严谨 因为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 请各位同学看一个 就是复列转换 对于wise and steering process 我们把keyword抓出来 事实上就是 Cohunen love expansion 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 它同一件事情 这是要讲 这个观念上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才会带出 这本书的下一个章节 我们说 它的章节安排 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是它可能并没有 那么明确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一件事情 就是wise and stationary the random process 如果我们看到 它另外一个domain the random process 事实上是一个白色的 有时候我们是希望把 我们所观察到要分析的资料 为什么要丢到另外一个domain 去分析 有时候你在观察 比如说股市资料 或者观察 比如说核川流动的现象 如果它是wise and stationary 那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不会在tie domain分析 有时候你很希望在frequent domain分析 为什么frequent domain 它事实上是一个坏的 所以任何wise and 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的frequent domain都是坏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 那有时候很有用 尤其是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为什么要跑到另外一个domain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结论 其实要讲的就是说 wise and stationary xt 则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放到 复列转换之后到frequent domain 那这个也是random process 因为xt本身是random 所以它的直接的复列转换也是random 我还没有举期望值 那这个random process 只要它tie domain是wise and stationary 它的frequent domain就是white 这跟我们刚刚分析的是同一件事情 它事实上是有道理的 所以只要我观察的资料 本身是wise and stationary 它的频谱就是white 这是第二点要讲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会给各位同学一个 但是它是non-stationally white 所以它事实上也是有u-v 但是u不等于v都是0 u不等于v的时候 u跟xv 只要u跟v不相等 它笔子间就是uncollected 或是orthogon 没有关系 它的相乘的期望值都是0 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 在另外的斗面看 因为任何两个频率 在随机上面都没有关系 如果是高线random process 那更好就是independent 所以我们再做一个结论 就是i跟value 事实上就是 根号2π分之1 所对应的频谱 我们刚刚就xxu 这边都来改成根号2π分之1 那如果我们用general case来讲 就是任何频率 omega所对应出来的 就是它的i跟value 感谢观看